亦要連結第二集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集的內容非常豐富 慢著 吳牧師 第一集的主持人去了哪裡 為何是你和我做主持 這個問題非常好 不過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我們只是被邀請 把教會的資訊和動向向大家報料 那你準備好了嗎 那你準備好了 推片 現在由我姚希家和大家報道一下 今集的主要內容 教會的同工和家人同時確診 教會的特兄姊妹如何支援他們呢 他們又如何度過這條康復之路呢 香港出現開放以來最早的暑假 這個早到早的暑假 對很多家長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教會的二友部又如何應對呢 你果然是年輕有為 好記性 你應該要做多些主持 是 疫情嚴峻 教會的同工和弟兄姊妹確診人數明顯增加 所以我們特別籌備關外支援行動小組 我們也會動員 教會和社會服務處的同工義工 一起搜羅居家抗疫物資 直接送遞到家居旁邊的弟兄姊妹家 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話 可以打教會的電話 2713-5111 聯絡我們就可以了 疫情限聚我們也多了些時間在家裡 與其我們看電視上網 煮劇打機 不如我們善用這些時間自我增值 訓練事工精選了一些全民學堂的課程和講座 希望大家都能夠安助家中網上重溫 當然了 日後有機會就多些報名參加我們的課程 突然之間提早過暑假 實在令不少的家長操受不及 如何安排年幼的子女在家過暑假呢? 教會夷夷夷很快就籌備了一個 名為三四億繽紛的暑期特別活動 這個活動很受歡迎 一推出很快就壓滿了 政府在疫情底下調整了暑假 所以二友報都即時很快推出了一個 三四億繽紛的活動 在短短的時間裡大家的反應很熱烈 我們接下來會帶小朋友一起去眼睛去旅行 一起製作小食 一起製作美爐 還會一起學英文 很感謝二友報上下一心的努力 今次報不到什麼的不用失望 我們四月二友月也會推出 《你逆關心》和《逆耀遊戲》的活動 詳情稍後公布 歡迎一家大勢來參加 在疫情下 我相信親子的關係難不免會有點緊張 今天也很想和各位家長 去分享下一個親子的方法 首先我們用一個傳人去代表自己 腦部 腦部就是代表我們有沒有站在小朋友的立場裡去想想 而眼睛 有沒有嘗試對方有眼神交流 讓小朋友感受到你看著他 讓他知道你和他在一起 口 好 就要說多些正面的說話 多些表達愛 感恩 和欣賞的說話 不時還可以親一下去 而且還有一個心 心除了專心之外 更加要用心去感受小朋友的情緒 包括你自己也需要 至於之後到手 手 我們要多些善用我們的身體語言 可以適時摸摸對方 拍下對方的肩膀 甚至有時可以和他一起做一些運動 一起做一些手工 去到最後腳 腳就是要助言起恨 我們每天都要抽時間 陪小朋友做一些他喜歡做的事 就好像在家裡 可以和他玩一些自創的遊戲 在家裡可以隨手 隨便拿一件事 就和小朋友一起玩也可以 例如紙巾都可以玩出不同的遊戲 例如跳過障礙物 投擇目標 模仿奧運兵戶的玩法 除了遊戲還可以做手工、小食 甚至訂立少許共同的目標 一起完成一副批數 學習一個新的技能 家長可以好好善用一個時間 和子女過一個精彩的假期 疫情嚴峻 我們身邊總有一個熟悉的人 確診 確診之後要居家抗疫 又要留在家裡 心情當然是忐忌不安 還有物資、藥物需要的支援 日子真是不容易過 警察同工梁素梅全道 和她的姐姐工人三個人一起確診 究竟弟兄姐妹如何和她們一起走過這條抗疫路呢? 其實在二月中 由於我家裡的大廈有人確診 所以我自己都去排隊做了一次核酸檢測 我心想應該沒有那麼容易中 誰知道在那天晚上 當我自己睡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開始喉嚨痛、頭痛 還有發燒的感覺 就是這樣我家裡三個人 就開始了在十多天的在家檢疫隔離 在掩疫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有一節的經文 都給了我自己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就是詩篇四十二篇第十一節 我的心呀 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繁躁 應當仰望神 還要稱讚祂 祂是我臉上的光榮 其實在我自己初頭 我懷疑自己掩疫的時候 我最擔心就是家人 和在教屋裡面 一些密切接觸的同工 在家裡我和我的工人姐姐 其實我們已經打了兩針 我姐姐因為在去年年尾 她才做完化療 所以她還未打針 所以她的抵抗力應該是最弱 我記得那一晚我自己去祈禱 正正就是當我祈禱的時候 剛才剛才的詩篇那一句經文 就在我腦海中出現 彷彿就好像天父來提醒我自己 為何我的心會去憂悶又不安呢 我應該來到要學習養望神 所以我就祈禱馬上求神來幫助 以及去醫治我們 很快就經歷神的幫助了 接著有幾位天使來出現 第一位天使就是一位退休的同工 譚姑娘 她知道我懷疑自己確診 所以她馬上聯絡了一位姐妹 住在我附近的 帶了幾個快速檢測包 來給我們去檢測 結果我們三個都是確診 第二日 譚姑娘很快就買了一些藥物 和一些用品 就放在我家的門口 另一位天使就是 長者輪社中心的尾部隊長 正正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位姐妹 她很樂意來幫我 交那些檢測包的瓶 另外她也樂意每日 幫我買一些簡單的菜 所以我也很感謝她的愛心 第三位就是 承養班一位姐妹 她知道我喉嚨痛了幾天 所以她就買到一些承藥 立即找朋友 第二天就送給我 所以我和工人姐姐吃了之後 我們真的覺得舒緩很多 另一方面 因為這次突然的染疫 所以教會一些事工 我都需要找其他同工臨時去頂替 譬如在孕育事工我要負責講道 同工的早討會 宣教士的分享會 很感恩 當我聯絡這幾位同工之後 他們都很以不容辭地 來答應幫我頂替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們 當我自己來到 在這次患病的經歷裡 我看到教會的同工 執事和弟兄姐妹 他們在WhatsApp 給了我很多關心和慰問 我心裡充滿感恩 所以我在這裡 鼓勵弟兄姐妹 如果你們都發現 可能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家人 都來確診染疫的時候 你都不用介意 你可以來聯絡 教會的同工 和弟兄姐妹 我相信他們一定很樂意 來幫助大家 感謝神的恩典 我在3月初的時候 我家裡三個人 都已經康復了 所以在這次染疫的過程 我深深地去經歷神給我的幫助 和弟兄姐妹的那份愛 我去衷心感謝讚美神 各位弟兄姐妹 在疫情當中 我們各人都要注意身體健康 尤其是近來可能我們吃多了外賣 或是在隔離當中的時候 都要留意身體需要動 和需要有足夠的睡眠 以致我們有更好的抵抗力 保持身體健康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我們同樣都要注意自己的心靈健康 我們藉著每天祈禱讀經 教會所提供的樂響聖言 成像班和教會的祈禱會 希望都能夠幫助弟兄姐妹 去親近神 另外我也想到一段的經文 就是在接受羅尼家前書 第五章十一節 司徒普羅這樣說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 彼此勸慰互相建立呢 不如就由今天開始 每天至少關心一個人 不論你們打電話也好 發訊息也好 用視像會議也好 可能那位是你很久沒見過的朋友 或者你的弟兄姊妹 你想起他的都關心他 那透過分享 大家紀念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做到彼此勸慰 互相建立 亨陷越大 光就越顯得明亮 疫情越嚴峻 基督徒越是要發光發亮 去幫助我們周邊的論社 建牧師說得很正確 我們都希望城鎮家的大兄姊妹 能夠一起迎難而上 更加團結 發揮彼此相愛 互助互面的精神 如果想看今集的內容 可以看教會的網頁 Facebook和YouTube頻道 亦要連結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下一集見 拜拜